哈囉 大家好 我是Ru-chan Ru-chan 謝謝你 今天影片很平常不太一樣 我們兩個現在是在東京一樣 港式料理店 真的 之前吃過很美味 我跟文當之前有一次 一家有做蘿蔔雞茶餐廳的嘛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跟我說 文當很喜歡吃蘿蔔糕的話 一定要吃吃看這家愛神寶廳的 EXO醬炒蘿蔔糕 不帶文當來了 結果沒想到這裡還有包仔飯 我真的超喜歡包仔飯 然後我們兩個吃的第一次覺得太好心 就決定要二綁 而這是二綁的就拍影片 二個也領著了 他們說什麼話 今天是二個目 哦 沒錯 Fu-chan 最最有趣的是什麼? 大根餅的XO醬 那是好吃的 那是... 這個大根餅也很好吃 但是呢 大根餅以外也很好吃 蘿蔔糕 写真是在那裡 我真的覺得太好吃了 但其實之前吃過超好吃的 我真的覺得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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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吃這個 我又想吃這個 我們那樣現在要進行 他在這家店的第一次中文點餐 好期待唷 Fu-chan加油 要先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菜單 其實我是沒有去過香港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很正式的香港料理 但是在台灣的時候很喜歡吃港式飲茶 所以我都是憑那個時候的印象來判斷 他們菜單有白斑雞 還有粉絲包 粉絲包也超好吃 金銀蘿蝦球 還有一品料理 這個一品料理的蘿蔔糕就是我跟文當 超矮 我們上次點兩盤 超誇張的 然後還有椒鹽魷魚 避風糖炒蝦 超好吃 還有炒蔬菜 可是我們這次沒有點炒蔬菜 然後是包仔飯 大家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辣味包仔飯的時候 丟牌嗎 因為日本真的很難吃到 然後吃了第一次 太感動了 我們當然也覺得很好吃 然後這種土鍋飯 它需要一點調理時間 所以要等一下 然後呢 是陳川粉 還有麵 可是麵比較可惜沒有炒公仔麵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歡吃炒公仔麵 對 我當然很想單點這個魚蛋 雖然沒有單點魚蛋 所以我們這次就沒有點 還有粥 跟炒飯 我剛剛通常去哪裡都會點炒飯 可是我覺得來這裡點炒飯太浪費了 所以這次就沒有點 我一直都要頂著 Ru仔給了 對 對 然後是這個特色小籠包 總共有六個小籠包分明是不同的口味 黑色的話呢是黑松露 綠色的話呢是濕芹 黃色是起司 橙色的話是蝦子 紅色的話呢是辣味小籠包 白色的話就是一般的豬肉小籠包 然後是點心 我超愛吃鋼店的 就是我們兩個有點鮮蝦長粉 然後除了鮮蝦長粉之外呢 還有草草長粉 豬肉長粉 跟牛肉長粉 還有鮮蝦春捲跟蘿蔔糕 然後還有牛肉球 小籠包 跟腐皮捲 還有鹹水餃 然後還有蝦餃 燒賣 翡翠餃 魚仕餃 茶燒包 跟糯米筋 超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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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皮蛋豆腐 還有皮蛋豆腐 我剛才其實很想點 可是文章不讓我點 皮蛋豆腐 對 但是我就是皮蛋 還有雞軟骨 還有飲料的部分 我們兩個就是點的是兩個 豆泥茶 除此之外呢 還有鴛鴦奶茶 都有熱的跟冰的可以選 還有這個是很特別的 感覺是冰鎮奶茶 只是我們兩個這次都是點豆泥茶 我們兩個的豆泥茶來了 乾杯 乾杯 豆泥茶應該像日本人比較好接受的味道 很甜的 很甜的味道 最近文章很喜歡外國料理 有點害怕 我喜歡台灣料理 我特別喜歡台灣料理 我喜歡台灣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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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店的氛圍 是長這樣子 因為這次我們有跟他們說要拍攝 所以我們就請他們在人比較少的時候呢 讓我們進來 這樣才可以拍給大家看他的全貌 大概是長這樣 然後這裡呢還有午餐 午餐的話就像是一份定食的感覺 我覺得他的價錢呢也是比較便宜 未滿一千日元 然後店裡呢還有電視可以看 很愜意可以邊吃飯邊看電視 我們剛才看了一下老闆的名片 發現粵港美食總共有兩家 第一家是廣東料理 第二家是燒味專門店 大家可以看一下想吃哪種種類的料理 看要去哪一家店 然後他們店裡面有裝飾 這個好像是香港人從小就會喝的飲料 好酷喔 這個應該就像是我們台灣人的麥香紅茶 麥香綠茶的感覺 我們當時好奇寶寶 還在到處亂看 咖啡哪一看 你在看電視喔 你在看電視喔 老闆送我們一個檸檬茶 還有一個豆奶 啊 不醬 然後老闆說他們店家裡面有賣這個 可以在吃東西的時候點來喝 也可以在另外買回家 蝦餃來了 相機都起霧了 熱騰騰 蝦餃的話呢 點一份是三個 好吃嗎 好吃嗎 那我也要吃蝦餃 那我也要吃蝦餃 那你會吃蝦餃嗎 那你會吃蝦餃嗎 蝦餃餃來呢 啊~~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 真的好香 他們的SO醬好香喔 我跟你們聞到上次來一次點了兩盤 超好吃 它這個裡面真的超軟超綿密 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這一種蘿蔔糕 然後它外面也有一點點脆脆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先炸過一次 反正就是真的超好吃 超級好吃 因為我朋友當初就是跟我說 推薦要吃這裡的SO醬炒蘿蔔糕 我們才來的 果然吃了沒有失望 好吃 好吃 很好吃喔 就是有一點肥辣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很柔軟 嗯 這個大根 現在外面就開始了 真的超好吃 鮮蝦腸粉也來了 先給大家看包仔飯 包仔飯來了 包仔飯來了 耶 哇 喔我超喜歡這個 這個超好吃的 超香 超香 然後店員呢 他們會幫你這樣子拌一拌 有很多人都會點這個嗎? 對 這個是 最有人心 最好賣的 這個好吃 點一鍋的話呢 是兩人份 先吃這個 我自己對腸粉還好 不知道文當覺得怎麼樣 可是我家人非常的喜歡 我還想說可以文當點點看 因為比一講到香港就是腸粉 超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嗎? 很棒 味道超好吃 然後吃的時候 好像在森裡走過 什麼 什麼 森林的蝦 在森裡 在森裡 超好吃的 超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超好吃 看起來 正確是好吃 有點疑問 但是 這個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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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吃過 所以 超好吃 今天 露子 推薦 3分 看起來 看起來 只是 餃子 沒有 餃子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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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文當 把我弄包仔飯的時候 我來吃腸粉 餃子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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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來台灣吃的腸粉好吃 文當吃第二碗飯 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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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汁很噁心 很噁心 很噁心 沒想到文當這個 迷上腸粉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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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已經吃完出來 回到車站了 多達 超好吃 哪個最好? 大根餅 當然好吃 但 3分超好吃 應該3分超好吃 3分超好吃 3分超好吃 我真的不太驚訝 我真的不覺得很驚訝 我真的不太好 新的發現 再寝上去吃 我們來吃吧 剛才老闆有跟我說 他們要在東京開香港料理店的原因 他說應該他在東京住了很久 發現很多外面寫香港料理店家 不只是單純的中華料理店 就不是真正的香港 所以他們就決定 他們要自己開香港的料理店 他們也很堅持菜單 都不能有日本一般中華料理店的菜 例如麻婆豆腐啊 回鍋肉餃子 我沒有看過日本的料理店 很棒 很棒 可能是日本人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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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確定 好 你每一萬人給大家吃吧 那這是我們兩個今天吃的菜單 有Aso醬炒蘿蔔糕是882日元 這個價錢都是韓稅喔 然後是辣味包仔飯是1482日元 這是兩人份 建議大家千萬不要一個人吃 因為真的吃不完量非常的多 然後是蝦餃是582日元 鮮蝦腸粉是682日元 豆泥茶兩杯是910日元 我們點六樣商品 總共是4990日元韓稅 其實價錢不便宜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買個家鄉味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大家來吃的 Ru-chan的電影 真的在世界上廣闊 謝謝Ru-chan 謝謝Ru-chan 不客氣啦 再加上廣闊的人生也 吃很多美味的東西 對 那這個是我們兩個今天的影片 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就 下支影片再見 馬上再見 掰掰 掰掰 吧